陈国泰这一下实在是忍不住 他赶紧走过去 抓住了自己在大队中的朋友陈海波 海波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 怎么正习都不吃就要走 二哥那边给的消息是 路山河今天办酒席 只要愿意去的是否随理都可以 而且那边有鸡有鱼有猪肉牛肉 还有江城大区 有大前门 供这几个大队好一些朋友都过去 最关键的是路山河那边请的是江城国营饭店的厨子 味道可要比这边好多了 去那边吃酒席 三五个朋友喝酒聊天 还没有任何的压力 要比陈国泰这边轻松多了 陈海波原本打算把这边的礼给送了 就赶紧过去赶午饭 但既然陈国泰问到了这件事 陈海波还是如实告诉了他 国泰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几个朋友都到二大队 路山河那边去吃酒席了 路山河那边建房子上凉 今天请太公也在办酒席 我一个人在这边吃 别扭的慌 还是过去凑凑热闹 国泰这边能帮忙的我都帮了 这边你酒席办完需要抬桌子 搬椅子什么的 尽管自身 我过来帮你 陈国泰一听见又是路山河 整个人都气炸了 但是他没有听清楚路山河为什么要办酒席 苏婉晴也听到了陈海波提到了路山河 赶紧问到陈海波 陈哥 你刚刚是说谁 谁要办酒席呢 是啊 路山河家建了二层小洋楼 今天正是房子的上梁仪式要进太公 他们家办了酒席 听说还把江城县国营饭店的厨子给起来了 路山河一直是自己的田狗 家里面穷得叮当响 怎么可能有钱修两层小洋楼 还把江城县国营饭店的厨子请来办酒席 开什么国际玩笑 路山河哪有钱请江城县国营饭店的厨子 江城县国营饭店 可是给领导做饭吃的 陈哥 你有没有听错 路山河家那么穷 怎么可能接两层小洋楼 这是难道你不知道吗 这段时间不是农闲吗 咱们大队有不少人都过去帮忙了 听说平时干活的伙食就开得非常好 每顿都有肉 这一次办酒席肯定也是不错 张厨师赶紧抓住了陈国泰来 到了旁边安静的地方对他说 国泰 昨天咱们可是说好了的 六十桌 我可是准备了六十桌的菜 现在差了这么多人怎么办呀 我可不会退钱 陈国泰本来就在为这事糟心 听张厨师这样一说 脑袋一热直接说道 上菜 全部上菜 没人吃了我拿去喂狗 苏婉晴根本就没有心思吃饭 赶紧去了二大队 苏婉晴眼前两层的小洋楼已经立起了 虽然没有装修 但是仅仅看到一个框架 这位女同志 你赶紧去坐着 马上就上菜了 一会儿还有醋溜排骨 霸王别姬 这些菜在咱们农村可是比较少见 你们可有口福了 苏婉晴听到厨师说这话 更是想哭了 就在苏婉晴准备偷偷摸摸地离开的时候 他忽然之间碰到了一个女生 啊 是你 你是不是叫苏婉晴 是不是就是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 怎么来都来了 怎么还躲起来不进去吃席 说完这话之后 苏婉晴雨准备大大咧咧地走过去 本来想找到一个空位 一屁股坐下去 哪知道被自己的同学找到了 静雨你跑到这里来了 赶紧回农场 今天是咱们劳动实习的最后一天 学校的领导和农场的领导都来了 这午饭吃了就要讲话了